昨天进行13个小时马拉松市朝野协商 在给付因染疫死亡的慰问金上取得了共识 不分蓝绿共同提案 提供死者家属10万元相葬费 朝野今天继续协商 由于近期长者接种AZ疫苗后猝死案件频传 为了了解死因是不是跟疫苗有关 卫福部长陈时中也松口 只要愿意接受解剖 就给付30万慰问金 并强调会从宽认定 接受解剖的 我们都会给30万元 长者接种AZ疫苗猝死事件频传 为了了解原因 卫福部长陈时中鼓励解剖 救济对象从宽认定 因为是猝死 所以这里面它的原因还需要再多重的分析 我们不能把它排除的话 那基本上就科学没有用 科学的证据能够去排除它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会尽量都列在我们的一个 等于是疫苗救济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会来重宽的一个认定 目前陈台因为染疫死亡数 逼近500大关 这波疫情来得又急又快 在纾困4.0预算过关前 朝野共同提案 因为染疫往生者 给付10万元丧葬费 但对国赔还是没共识 对于流行病的国赔 我相信不管是各国 然后包含说台湾的案例 这个国赔的是否成立 都很难在流行病上面成立 毕竟这个染疫跟被感染传染给别人 都不是政府的行为 为助补偿这部分我们认为应该优先 因为国赔当然涉及到官司 涉及到法律 涉及到究责 还有行政责任的厘清 那个可能会比较耗时 疫情让很多家庭不再完整 期盼透过慰问金 能对往生者家属给予最大帮助 记者吕欣美吴翔3台北报道